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是我们家想事呢 先说哪年 哪年春晚 我干嘛来着 哦 孩子五年级 要这样想 但是呢 我非常感谢春晚 有的人就说 哎呀 望小家 为大家 其实我周围的工作人员 搞道具的也好 搞服装的也好 哪个不是舍小家为大家 可是就没有专门去提到他们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真是荣幸 会这样的来表扬我和鼓励我 所以我觉得我是占尽了春晚的便宜 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和全国人民最喜爱的节日结合在了一起 和全国最重要的一台晚会结合在了一起 所以我的一些普通的事情 一些普通的贡献 就人人大概家家都会这样做的事情 也被人认为是一个良好的品德的体现 所以又反过来对我这样好 所以我自己从心里真是觉得 觉得自己 觉得自己占尽了春晚的便宜 在春晚工作这么多年把我锻炼得特别结实 心脏特别大 特别皮实 以至于在外边排戏很快就通过的时候 就 啊 这就通过了 这什么标准啊 因为我们在春晚排戏很难被通过 我觉得这也是对我的好处 我记得2000年我生病 第一天住到医院里 那天查出来 那年我是给郭达 排一个小品叫青春有约 完了住院了 住院不能来了 把我急的 我埋怨我爱人 我说你现在把我送来干嘛 你等春晚节送了你再送我来 他说您得的是癌症 我说那又怎么样呢 到晚上郭达匆匆忙忙地买这花就来看我了 郭达进来说 哎 导演这房间其实挺大的 你咱们晚上可以在这排 我说哎 可以啊 我跟护士说说把床给抬开 完了护士进来我说 护士我想跟您说个事 晚上能把这几张床抬开吗 反正快过年了也没什么人 我们想在这排小品 我想当时护士没说话 一直看着我 没说话走了 我现在想想 他一定觉得我得的不是癌症 是神经病 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 我是一个学戏剧的人 我很感谢戏剧学院在最初教我的时候 就教会我辨别真善美假恶丑 而我84年大学毕业以后呢 又赶上我们国家的媒体大发展 所以我就来到了这个央视的这个平台上 在这里呢 我舒服得要命 我觉得 这里就是表达真善美的地方 就是批判假恶丑的地方 所以我自始至终觉得自己在这里很舒服 没有说你跟不上了 你都落后了 你不行 你怎么不心呢 对 你有多心呢 你有多心 你也是歌颂真善美批评假恶丑 所以真的一个新时代可能到来了 VR 数字 这个自媒体 这个人工智能 可能各种东西 飞跃 都给我们带来一些压力 说时代跑得好快呀 但是我不害怕 因为我知道 只要我们有了真善美和假恶丑 这个辨别能力 我们永远有饭吃 我们永远是高兴的 谢谢